6月9日,据信由百万香港市民参与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送中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撤回修例。 港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4月在立法会一读通过,这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草案将允许把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司法独立和人权记录有争议的中国大陆,引发香港各界强烈反应。 6月9日午夜左右,一些示威者在立法会大楼示威区冲击警线和警方发生冲突。 6月12日,数以万计香港民众聚集在立法会外抗议逃犯条例修订。 警方向冲破警戒线的示威者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瓦斯。 立法会宣布推迟原定于当日进行的修例二统。 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听取社会更多意见。 6月16日,香港民众再度举行反送中大游行,参加人数据信近200万,创下记录。 他们身着黑衣,提出撤回修例,取消对12日抗议活动的暴动定性,追究警察暴力,不检控示威者,特首下台五大诉求。 林郑月娥之后,向香港市民就修订逃犯条例正义引起的社会矛盾道歉。 但他拒绝表示撤回修例,他的表态未能平息抗议示威活动。 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22周年之际,数十万港人走上街头,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并抗议逃犯条例修订。 一些抗议者冲击立法会大楼,破坏设施并涂污屈灰。 7月21日,40多万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阵发起的大游行,要求港府回应民众五大诉求, 即正式撤回修例,撤销暴动定性,撤销检控,独立调查警察暴力和落实真普选。 一些示威者游行结束后冲击中联范大楼,向牌匾投掷鸡蛋,并突兀国徽。 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 21日晚间,在新界元朗地铁站,超过百名疑似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 手持棍棒,袭击当日参加玩游行返家的示威者和市民,造成几十人受伤。 警察被指,坐视不管。 7月29日,中国港澳办首次召开记者会回应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 表示支持林郑月娥,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并称香港局势已触碰中国底线。 8月12日,大批示威者聚集香港国际机场抗议示威, 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示威导致机场瘫痪,数百航班取消。 13日晚间,机场抗议者先后围殴了两名他们怀疑是大陆变医的男子, 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 一些抗议者之后就机场暴力事件盗窃。 北京加大谴责香港的抗议示威, 称香港的一些示威活动已出现恐怖主义苗头, 必须依法严惩。 与此同时,中国武警在深圳集结和操演。 8月18日,据信170万人冒雨参加民阵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和平集会, 继续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由于人数众多,公园只能容纳10万人。 主办方决定举行流水式集会,密密麻麻的人潮队伍挤满街道, 但全程打至和平。 8月25日,在香港全完的抗议活动中, 示威者与警方再次发生暴力冲突。 抗议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汽油袋, 用激光笔照射警察。 警方则投掷催烈瓦斯,发射橡皮子弹。 警方还第一次动用了装甲车和水炮车,并凝枪示警。 8月30日,香港警方对反送中参与者发起逮捕行动, 包括黄之锋在内的数名活动人士和泛民派议员被捕。 黄之锋等人后获保释。 8月31日,民阵原计划的831大游行, 因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并上诉失败而被迫取消。 但当日仍有成千上万的香港人, 以宗教集会等各种形式上街,并在多处地点聚集。 晚间有抗议者设置路障,并纵火焚烧杂物。 警方使用水炮车和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警方还进入太子站等港铁站抓捕示威者。 期间,殴打被警方怀疑为示威者的乘客。 9月4日,林郑月娥宣布将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抗议者表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继续争取民主。 抗议风潮仍在继续,没有平息的迹象。 抗议者在继续中等待会。